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在這個頻道當中我會用簡單可愛的小動畫 分享出學者也能不能懂的日文知識 由於我這個頻道是要讓所有想要開始學日文的人 有一個方向可以開始 不管是之後要找老師或者是自學 總而言之就是有一個起頭 所以比起弄到很多流量賺大錢 我是做讓大家好學好開始的順序 只是說這種一廂情願的做法 的確讓我快要撐不下去了 話說回來真的很多同學反應 前面的第二支影片 知道這個觀念 五十英永遠記得 以下簡稱第二支影片 這個影片也有很多東西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做這部說明影片 我去看了我三年前的影片 看看有哪些是零基礎的人會聽不懂的 首先第二支影片 剛開始會有一個前一集的練習解答 101有地下五層 地上101層的日文 這是因為每一個影片通常都會有練習 知道這個觀念 五十英永遠記得是第二支影片 所以有前一支影片的練習 這個部分看不懂沒有關係 因為前一支並不是做給零基礎看的 而是一個試作品 這個題目也不是給零基礎的初學者的 這個第二支影片才是給零基礎的初學者的 以下的內容是說給還沒有開始學 但是有考慮要開始學的同學 一開始提到五十英 五十英是日文裡面用的符號 有點像是我們的注音符號 或是羅馬平音這類的東西 五十英裡面分為平假名片假名這兩種 在多數情況下 日文都用平假名來書寫 就像小朋友寫注音符號一樣 隨著小朋友長大 開始把平假名拼成漢字 漢字就像一個個單字 雖然平常講話都會講 比如說都會講水 是迷之 但是要另外去學漢字 迷之的寫法 跟迷之整合在一起 這樣以後才知道這個漢字怎麼念 所以對於我們外國人來說 尤其是中文母語的 一看到水就只知道是水 或者是羅馬平音水 我們則是要去記憑平假名 才知道日文當中這個漢字是迷之 因此初學者才需要先學會五十英 這樣你才會這些基本的元素 讓你去組合各種單字 至於片假名 則主要是用於外來語 比如說蘋果是Apple 那日文就變成Apple 跟原本的英文發音差很多 完全變成日文發音了 但是因為日本人真的很多人都這樣學 所以很多人對發音也不自信 並不是說他們真的念不出來 而是長久以來都是這樣念 所以變成一種習慣 需要認真的去學正確的發音 才有辦法改 至於我們的話 則是可以同時對照片假名跟英文 這樣可以幫助記憶意識跟自行 因此對於零基礎日文初學者而言 第一步 就是需要先去記五十英的平假名 然後去學習平假名的過程中 順便組合成漢字 然後順便去記一些片假名 也就是說記五十英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記了一些單字 這是我採用的教學法 另外可以看到第二支影片 一開始就貼了五十英圖 那個是平假名的圖 但是一下子看到這麼多符號 初學者會無所適從 所以我建議用五段十行的方式去記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製作那支影片 去介紹五段十行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把五十英分組 分成五段跟十行 然後初學者記平假名的時候 就是一行一行的去記 並且搭配單字 這樣我覺得是最有效率的 把這些符號都對照好發音 知道怎麼寫之後 再來就要知道這些是輕音 簡單來講就是平假名本身的發音 沒有加上任何的符號在右上角 如果有加上符號在右上角 也只有兩種 分別是加上兩點 跟加上一個圈圈 這兩種 加上兩點的是著音 加上一個圈圈的是半著音 目前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確認記好輕音的五十英 另外第二支影片還提到了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動詞 這個是之後學到動詞變化的時候 會需要把動詞分三類 就是那三類 但因為目前還在記假名 這個部分還不會用到 所以可以先跳過 直到之後會遇到這三類即可 結論就是第一支影片可以先跳過 因為是測試作品 而且我也沒有放進清單 所以一點開就是第二支影片 從第一個清單的第一個影片 有這支所謂的第二支影片 直到這個觀念 五十英永遠記得 一直照順序 因為我都已經排好了 如果覺得順序不好 可以再跟我說 會再調整 這支前導影片是因為有同學說 第二支影片還是看不懂 所以我才會做這支更前面的影片 來做一些名詞解釋 但說句實在的 即使你聽不懂 繼續看下去也是會學會 因為到後面都會講到 有時候我們很難去省略掉後面的東西 來進行說明 因為舉例的時候就會不小心用到後面的東西 否則會很不完整 反而造出一些很奇怪的例子 所以一開始就算有不懂的 可以先跳過 初學要抓住的重點先抓住 至於其他不會的地方 繼續看下去自然就會 每一個重點我都會盡量去抓到 如果因為一點不會就停止 那可能會是阻礙我們學習的障礙 語言是一種技能 只要你多碰 它就會越來越熟悉 少碰的話當然很難通靈就學會 當然我一個人製作 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有很多老師 甚至不是老師的日文 都比我還要強 那希望我們可以互相尊重 互相交流 那麼這次的練習 就是在下面留言 日文的水 的魯馬拼音 該怎麼唸呢 答案在影片前半段就有了 不知道的話可以直接翻找答案 這次的說明就是這樣 如果還有其他的疑問都歡迎繼續提出 我都會試著改進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如果覺得我影片出的太慢 可以考慮加入會員頻道 裡面有我全部家教課內容的講解 費用也比家教便宜很多 也可以支持到我製作 這樣我會有經費可以做得更快 以及有動力繼續製作新內容 我是藤圓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謝謝大家